水晴天 Academy 我非常感謝上帝 讓我們在祂的面前來禁拜祂 現在有很多我們的弟兄前面 就是那些回教國家的基督徒 他們要到禮拜堂去禁拜的時候 是毫是生命的威脅 但是我在遠殿的時候 看到他們用很簡單的教堂 在哪裡做禮拜 但是他们的内心充满的感谢 现在我们一同来感谢上帝 我们同心来祷告 亲爱的父神 感谢你容许我们进入你的圣殿中 来敬拜你 我们人类是你所造的 从你的灵气中 我们有了生命 当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之后 父神因你灵命我们 于是用不羡的爱 猜浅你圣子耶稣基督 来到这罪恶的世界 并代替我们所有的罪 因而受苦难承担罪恶 甚至受递死在十字架上 来救赎我们所信祂的人 并让我们从处理中拯救出来 让我们又回复以父神的关心 感谢主的救恩 因你神的旨意 能将一切的荣耀都能归于神的国度 现在我们用前男的心来赞美你 靠着主的力量 使我们从失败中得到胜利的平正 今天我们要将一切不义的思维 所有的行为都抛弃 并埋葬在地里 真实的以主结连 在我们的生活中能活出基督的仰视 成为主所中而用的器皿 亲爱的父神 你是全人类的盼望 恳求你看顾在埃及巴基斯坦和印尼 等这些回教国家的基督徒 因为他们的生命 家庭面临很多的危险 逼迫苦难 导致教后冷暖的背景 恳求父神垂听我们的祷告 保守健库受苦难逼迫的弟兄姐妹 拯救你的百姓 让他们脱离一切的灾难 坚定他们的信心 并赐给他们从你而来的智慧和力量 当今我们看见 现在我们台湾的处境 到处充满食物的危机 社会的问题 经济的问题 以及种种的这些问题 我们要将所有的问题 及困扰不安 都带到主的面前 盼望从主而来的信息 能改变我们全人类的内心 唯独回到主里面 让主的心意进入我们内心 让所有的人都能小悟真理 我们既然是主所托户的 我们既是主的差使 就当将主的信息传给所有的慕道友 这是回应主的故障 愿这救恩能传遍前地 将一切的荣耀 赞美都归于三位一体的上帝 愿主 愿了我们今天所有的赞美及敬拜 哈利路亚 感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兵 祈求阿们 现在我们来攻读上帝的话语 有良解圣经 新约圣经 路加福音 第一章七十四节到七十五节 以及 贴撒罗尼迦全书二章四节 我们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语 一章七十四节 叫我们同生来读上帝的话语 叫我们既从昨天所终变救出来 既所终于终生在他边前 凡乃无尽用圣节公义侍奉他 再来 天上人家情书二章四节 但神既然变中了我们法御御托付我们 我们就照这样讲 不是要逃人死亡 乃是要打败我们亲的神义习惯 以上 谢谢上帝主 让我们身所他的礼 照上帝的旨意来写得 现在我们要将 下期待时间 谢谢大家